先别着急 先别着急 开始 等会儿啊 好 开始 好 怎么着头呢 江苏长肘挖出一具红色雪冠 虽然历经千年 却依旧色泽如今 宛如刚刚下葬一般 为了保护关内文物 专家使用最新X射线探测仪器 对千年雪冠进行了全方位扫描 却意外发现了一个神秘物件 这有个什么东西 对对对 这有个什么东西 金属啊 像金属 金属 当考古专家将红色雪冠撬开以后 在关底发现了瓷器 诶 有瓷器的 有 就在那个扣那里 有瓷器的 想有如此特殊的红色雪冠 牧主人究竟是谁 专家探测到的神秘物件又是什么呢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 加个关注 本期视频为大家经历千年雪冠之谜 2018年12月14日 位于江苏省长州市金潭区 当地村民在污水改造的过程中 意外挖出来了一座古墓 接到报告 长州博物馆随即派去一支考古队 对这座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考古队员从墓葬刑制判断 这是一座宋元时期的古墓 起初考古队员对这座古墓发掘时 并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地方 然而当他们将古墓上面的木板移开 冲洗掉棺材上面的淤泥以后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一具雪红的棺材赫然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保存如此完好的雪红棺材 让从事考古领域20年的专家都惊叹到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鲜红的棺材 专家疑惑不解 这具红色棺材为什么历经千年 还能保存色泽如今呢 由于现场不具备开关条件 考古专家决定将棺材整体打包 运回考古实验室慢慢分析 将红色棺材运到考古实验室以后 为了摸清棺内文物的分布情况 专家对棺材进行了X射线探测 他们猜测棺材都保存得如此完整 棺内的文物一定是堆的又满又完整 然而检测结果出来以后 在场的所有人都傻眼 探测遗迹却显示一片空白 难道辛辛苦苦挖出的古墓 到头来百忙活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 现场的专家和考古队员 有点不知所措 这时考古专家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他发现棺材在不停地 往外面流出一些液体 液体与X射线相克 探测仪器根本看不到棺内情况 为了更好的探测棺内状况 考古队员将包裹棺材的白色泡沫去除了 这时仪器上面终于有东西出现 竟然是一枚棺钉 通过对棺材进一步观察 又一个困难败在了考古专家的面前 专家万万没有想到 这具红色棺材的棺杆与棺身之间 竟然没有缝隙 那该如何打开棺材呢 有没有可能是先都怪好棺材 最后再整体刷得起 就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会不会是外边扣上的 上面打了两个钉 就棺材的板合身 钉两个钉 然后就外边刷起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 他们用金属探测仪器 对棺材的位置进行取决 确定完棺钉位置以后 接下来就要开棺了 然而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 X射线探测显示棺内 有四分之三的关影 如果贸然开棺的话 里面的宝贝可能就会被毁换 所以他们要将棺内的液体 排干净以后 才可以做下一步开棺工作 然而该从哪个位置打孔呢 如果贸然打孔 会不会对棺材 造成不可逆的毁换 考古专家思来想去 最后决定在棺材的底部 打孔排水 他过不过这个防线 没过呢 咋吧 我说要打到这个 打到防线 我给你看着 两个人给你看着 偷了偷了 然而当考古队员 将棺材底部打穿后 却迟迟不见 又棺叶流出 这时工作人员拿了一根吸管 插了进去 我要先把它塞了 哎呦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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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水流的速度比较小 工作人员用工具 通了通 将淤泥通干净以后 大量的液体涌了出来 考古队员首先对液体 进行了采样 经过一天一夜的倒流 关内的液体终于被排干净 总共排出了一千斤的关液 液体排空后 考古队员用内窥镜 对内关进行了最后的检查 这时一个神秘物件 却突然显现了出来 这个又长又圆的金属物件 究竟是什么 也许只有打开棺果的待客 才能真相大白 江苏长州挖出一具千棉红色血管 专家为了探寻棺内宝贝 在棺底凿穿一个大窟窿 排了一天一夜 足足排出一千斤的棺液 再将棺内的液体排干净 然而当专家在对棺材进行探测时 却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金属物件 打开棺果以后 专家全都陷入了沉思 2019年1月15日 江苏千年红色血管的开启工作 正式开始了 一切准备就绪 棺内的谜底终于可以揭晓 然而接下来考古专家 又遇到了一个难题 那就是如何做到 既能保证红色棺材本身的完整性 又能保证棺内的文物可以被安全地提取出来呢 经过考古专家的商讨 他们决定采取棺底侧方开启的方案 就是把棺材的底部和棺身整体分离 就像那个我们开那个蛋糕盒子一样 不是从它的顶面打开 而是连着棺身一起打开 就是只能留下一个棺底盒的棺底 和棺内的所有的这个物品 接下来考古队员将之前做好的木蝎 沿着棺底缝隙打入 将棺身与棺底整体分离 好 开始了 好 整个头上去 身体就走 虽然木蝎被打入棺材 但是棺身与棺底却还是紧密地贴合在一起 他们决定多打入几个木蝎 随着木蝎的不断深入 棺身与棺底逐渐分离 为了更好地提取棺内文物 专家决定对棺身进行起调 然而当专家对棺身进行起调的时候 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虽然提前将棺业排除 但是棺内很可能有大量的淤泥 在开棺的过程中 稍有不慎就会对文物造成损坏 为了保护棺内的文物 专家决定一边开棺 一边对棺底进行加固 经过几个小时的不懈努力 棺身与底板最终完全分离 厚重的盖板像 究竟有哪些真会文物呢 刚刚打开一个缝隙 考古队员们就被棺底华丽精美的文物震撼到 不知道打开棺锅以后会有哪些让人震惊的文物 考古专家通过缝隙对棺内进行着初步的观察 经过起调 红色棺内的全貌显露了出来 棺内的金银财宝就藏在这淤泥之中 这些显露在外面的谷歌就是牧主人的尸骨 这让专家失望至极 保存如此完好的红色棺材 牧主人的尸体却化为了一堆白骨 为了方便提取棺内的文物 考古专家决定将棺底运到工作台上 进行下一步的提取和研究 然而当考古队员对棺底进行搬运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当考古专家对千年雪冠进行搬运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意外 棺底被死死的卡在了门中间 还好有惊无险 关底终于安全地通过了门缝 在考古队员的共同努力下 关底终于被运到了工作台上 千年红色雪冠 神秘金属物件 关内满满的随葬品 牧主人究竟是谁 为什么牧主人要用红色雪冠下葬呢 2019年1月16日 一切准备就绪 考古队员开始清理关内文物 在对关内文物提取之前 考古队员首先对关内文物进行测量与绘图 并对关内出土的物品进行提取采样 在清理关内文物的同时 考古队员对这具红色雪冠进行了保护工作 当考古队员清理完牧主人的部分遗骨后 在淤泥中发现了一根木簪 清理掉木簪周围淤泥 成功地被提取了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又相继发现了竹币和木书 先后清理出来了五把木书 两把竹币 之后又清理出来了裴家造款竹币 这是长州地区考古发现的 第一例带有墨书文字的古代竹币 最后又清理出来了六件金银首饰 让专家感到震惊的是 首饰上竟然刻有 明庆四东徐一郎字样 专家根据文献查证 这件金银首饰上的明庆四 当时指的是临安 金杭州城内的名刹明庆四的可能性很大 这两件文物上面所提名文 是宋元时期比较常见的 商品标识书写格式 随着清理的不断深入 突然一对筷子的出现 瞬间引起了现场的轰动 这些筷子 看着啊 这儿有多弯 虽然历经千年 这双筷子依旧保存完整 提取完筷子 考古队员提取出来了一件瓷盏 清理干净上面的淤泥以后 所有人都被吸引住了 瓷盏内竟然还有梅花纹饰 又是一件瓷器 随后考古队员将牧主人的海骨 提取了出来 为了确认牧主人的身份 南京博物院提治人类学家 对这具人物进行了鉴定 鉴定的结果显示 红色血关的牧主人为女性 死亡年龄 在51岁至60岁之间 然而 让专家感到惊奇的是 牧主人为什么要用 红管下葬呢 红色在我们中国就代表一种吉祥 还有一些艳圣辟邪这一些象征 就是古人一般在这个 特别是在这个宋元时期 在元代的时候特别流行 就是七色上红 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社会风尚 与此同时 专家意识到关内出土的这件金钗 很可能就是X射箭探测时 发现的那件金属物件 看着这件龙泉窑梅花青瓷盏 专家震惊不已 因为他与江苏太仓出土的 梅花文青瓷盏高度相似 造型特征也符合元代龙泉窑瓷起的特点 根据出土的文物 考古专家最后将墓葬的年代 定在了元代 专家猜测 牧主人很可能经历了宋元交替时期 然而 让专家感到失望的是 因为墓中并没有出土墓之名 也没有出土 可以证明牧主人的名文 专家只能判断 牧主人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夫人 你对这具红色雪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